淘姬群正在延燒 交通部10号下令 防疫车队不能再载一班旅客 而车身也要贴上专用的识别贴纸 车身上被贴上防疫车队标签 计程车问讲 尽管周二一早没车班 还是要赶回松鸡计程车停等区 因为交通部为了避免驾驶 载了防疫客又载送一班客增加染疫风险 要求淘姬 松鸡以及小港机场严禁混搭 先前可以开放混载时 驾驶们在完成每趟载客之后 都会全车以酒精擦拭彻底消毒 但以松山机场来说 国际航班比较少 大多是国内线旅客 原本入境客及一班客的占比大约是1比6 根据了解小王问奖营业额扣掉油钱 每个月收入大约四五万块 防疫车队有1.3到2倍的车资补贴 加上现在以包车计费每天3500元 薪水算起来差不多还过得去 但也有问奖私下抱怨 松山小港机场的入境航班 不如淘姬多 深济海市有影响 TVBS新闻张正华林立台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